弹射座椅是飞行员最后的保命装置 当战斗机出现意外时 座椅能在瞬间弹射 将飞行员弹射到空中 从而保证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弹射座椅底部装有高能炸药 利用爆炸产生的高压气体 将座椅弹射出去 接着座椅内部的稳定伞率先打开 防止座椅在空中翻滚 随后主降落伞展开 让飞行员缓缓地降落到地面 整个弹射过程只需零点几秒就能完成 在弹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物就是坐舱盖 飞行员一旦撞到坐舱盖 即便带着头盔 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导致弹射失败 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清除这个障碍物 很多战斗机舱盖上都有这样的弯曲线条 这就是爆破锁 它的里面也是炸药 当座椅弹射时 爆破锁会在0.0几秒内爆炸 将坐舱盖炸碎 然后座椅带着飞行员脱离飞机 因为使用的是定向爆炸 在炸药爆炸时 并不会伤害到飞行员 还能让飞行员更快的逃生 极大的提升了弹射成功率